李敏昊金高银君主夫妇终于大获 稀里稀外 尝试甜蜜 恩爱爆棚 对于新剧 李敏昊和金高银也在努力地宣传着 不久前 李敏昊更是晒出了拍摄的花絮招 照片中的李敏昊和金高银坐在一起 而且两人穿的都服装 正好是已经播出的剧情部分 当时的金高银第一次进入到李敏昊的君王世界 同时也是两人第一次发堂的时刻 李敏昊一身华丽的睡衣 灰色的休闲T恤搭配宝石懒的睡袍 让李敏昊轻松的就穿出了不一样的发气 虽然整身的装扮有些弄懒的感觉吧 但却是明显的可以看出不一般的说话感 加上李敏昊一丝不苟的发型 更是让整个人精致了不少 而坐在地上的金高银身穿驼色的大衣 也展现出了自己不一般的魅力 两个人在片场亲切的互动 整个画面比起距离的场景 可是要填上不少 如今李敏昊和金高银之对君主夫妻 也终于有了明显的CP感 虽然不少人认为 两人之间的爱情来得有些莫名其妙 尤其是金高银对李敏昊的感情 从一开始到高冷之后到身陷其中 中间的转变苏没有任何的衔接 突然就彻底爱上男主了 这也让大家有些难以接受了 不过两人好在终于有了明显的CP感 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对视 都让整个画面充满了暧昧的味道 这也让这部剧变得有味道了不少呢 李敏昊对于这部剧也是十分满意 更是经常在记忆的Innes上 赛出各种拍摄细节 比起戏里的妆重严肃 戏外的李敏昊就尤为的潇洒随意了 虽然同样是戏里的装扮 但是呢 一旦离开镜头之后 李敏昊整个人给的感觉就更加的帅气年轻 蓝色系列的丝绒质感 大衣搭配那一大的一身卡其色的装扮 让整个人变得绅士了不少 随意的坐在外面 更是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如今永远的君王也开始正式进入了高能剧情阶段 大家也更加期待新剧情的播出 而这系列李敏昊和金刚英的情感也越来越明显了 反而一开始经验出场的女人风头潜入了不少 在早前这剧照中和李敏昊完美的CP感 也在剧情播出后彻底没有了 反而金刚英意味出色的演技让大家惊喜了不少 这也让诚心的君主CP彻底大火 比起当年的鬼怪CP更是让大家上头 当初金刚英和刘孔刘 李敏昊一起试验的鬼怪 可以说创下了不少的奇迹和记录 而鬼怪CP也大火了起来 即便电视剧早就结束播出了好几年 但是提到金刚英 大家随便想到的还是孔刘 同时几个人在剧中解释的巡洪友谊 也一直都没有变过 这次金刚英的新剧开播 在不久后刘孔和李敏旭更是为金刚英送上了咖啡车 不知温馨的咖啡车上挂满了金刚英的各种美招 而在车门的位置更是挂出了鬼怪的名场面海报 让大家又重新回忆起了当年的火爆神剧 对于刘孔来说呢 李东旭和李敏旭新剧里的高调的伪金刚英成长 不少网友也表示十分激动 毕竟鬼怪和李敏旭抢妻子 这样的名场面也太少见了 李敏旭狂晒花絮太紧照了 君主夫妇长照高能发糖 戏外比局还甜哦 接下来我们来说李敏旭演技大爆发 一席海军服 率回延迟巅峰 新剧照再次燃爆剧情 由李敏旭和金刚英所出演的韩剧永远的君主 已经播出十集了 相信很多人又再一次被李敏旭的魅力所深深蛰伏了 在这新两集当中 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花美男男神李敏旭 而是演员李敏旭 特别是在面对拥有着多年杀父仇恨李林 逆贼李林一生包含着多年的仇恨和悲愤 悲伤迎刃等情绪都能够感受得到 堪称当即的高能时刻 也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了演员李敏旭的爆发时刻 虽然整个剧情在不断的铺垫 一个又一个打造成了烧脑的剧情 更是为后面李敏旭所饰演的李滚复仇买下了伏笔 开启了真正的复仇大业 更是让整个剧情有了房间腹地的变化 瞬间燃爆了后面的剧情 在11集预告当中 金刚英枯兮的片段也是让人看得揪心 仍然想要忍不住呼喊君主李滚前来热圆 毕竟大家都想要看甜甜的剧情 不想要男女主被虐得太深 不过呢 从最新的剧照曝光来看 也是让不少网友猜测 李滚也会听到圣太乙的呼救 进而解救女主 两人相见的地方又是皇宫的厨房 并且李滚也是为圣太乙又一次做了饭 简直不要太甜蜜了 不过看到两人的装饰和造型 又是引发猜想的一天 毕竟在志华那两人应该是身穿这场服装就好了 但作为君主的李滚则是遇上海军服在身 分分钟上野了制服杀 这样的李滚后真的是在线又帅了 身穿白色的海军服 整个人看起来绅士又不是霸气 特别还是非常深情的为圣太乙准备食物 简直不要太疗了 看到圣太乙的折装和装肉 不难发现 他也是死里逃生吧 一袭黑色的打底衫 搭配灰色的针织衫 整个人看起来又美又不是气质 真太乙的身上还贴着类似帮迪的东西 来遮盖住受伤的地方 简直让人太心疼了 金刚银哭泣堪称教科书级别 先剧照终于不念了 与李滚后对视填翻了 除了两位男女主的剧照曝光之外呢 在大汗帝国当中的露娜和雷琳也是相见了 不得不说金刚银的演技了得 呈现出了另一个颠覆大家想象的露娜 和李林对视的场面 也是为整个剧情带来不一样的地方 露娜深深黑色的鼻夹搭配凌乱的头发 虽然绑上了绳子 但整个人看起来也是杀气十足 即便是面对着大反派 李林也丝毫不吹唱 让人忍不住想要进一步解锁新的剧情 个恋人惊艳的是 由于金刚银事业的震态 也终于碰上了另一个世界的剧总理 一个又一个身份也是得到了新的曝光 同样是个恋大气又不是霸气的女儿现身 想必这也是另一个品行世界的剧总理了 但那是跟的剧照都不难猜出 第十一集绝对是精彩 又是引爆各个场景的一段了 剧中各个人物的身份都一一曝光了 想必最后的剧情也会在最新的一集当中 发现颠覆大家的想象 也让人越来越有想看的欲望 也希望李棍和郑太野能够有好的结局 并且李棍也好好地搞事业 早日灭掉反派李林 接下来我们来说李敏浩搞事业 它爆发 公主抱金刚也难用力爆棚 穿黑衣太有贵族饭 随着永远的君主播出 一个又一个悬疑剧情 看得也让人双脑不止 单单是整理平行世界的人物 都已经让人充满了满满的问号 更必说换人或是未来世 等剧情更是为了整个故事铺垫了 很多悬疑烧脑的各个问题 相比之前的马里苏般的韩剧 这部韩剧却是留给大家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在第四集预告当中 更是在预告当中出现了 郑太野求证的讯号 不得不说真的佩服金刚也的演技 这酷戏真是太有感染力了 让人忍不住前欲去抱抱我们的太医啊 不过从最新发出的追照来看 郑太野应该是成功呼叫李滚成功 并且李滚也是顺利来到太野的身边 看制照的人对于竟然等不及 想要看新的剧情了 从最新发出的海报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由李敏昊所饰演的君主李滚 来到郑太野呼叫他的地方 相比又将是有一场激烈的斗争 两人身上都有着血液般的痕迹 简直是让人心疼不已 不得不说今天真的是太虐了 不过看到整个架势相比 又是创造韩剧名场面的时刻 李敏昊身穿一袭黑色的高领毛衣 搭配黑色的大衣 下半身身穿黑色的长裤 整个人抱着金刚银 立着钢前行 整个人也是男又力薄蓬 真的是再一次又被李敏昊所饰演的里根 所征服了 不可是大家心目中的韩剧扛靶子 颜值出众 身材挺拔 简直就是男神犯十足 特别是在逆光的时刻前行 还抱着女主 这部就是偶像剧般的场景啊 但是看到剧照也让人怀疑了 毕竟两人好像都负伤了 难道是和大反派李敏 顺面对决了吗 真的是越看越想要看 今晚即将播出的剧情 下面又将是将剧情推向高潮的片段 作为反派演技的金刚银 也是让大家泪目 一袭白色的T恤搭配灰色的外套 扎起低马尾 整人个人看起来呢 干脸有知性 但是哭戏的片段真是太感染人了 这静态图的表情都让人已经心疼不已了 真的是被虐哭了 真的是看得究竟不已 想要跟着金刚银打哭一场 但但是看到这个片段 也让人想到当初 恩州和鬼怪分别的时刻 简直是绝了 这路类都已经让人心疼不已 真的是愧求金银手下留情呀 金刚银呼吸 他有感染累三十秒 名品演技 现鬼怪景点 绝美落泪大翻盘 除此之外 李明浩也是来到了反派李云的老超书店 在前面的剧情当中 李冠也是派人寻找了这个书店 但是都没有找到 而且呈现的时间状态也是2022年 这也是给大家留下悬念的地方 不过看到李冠来到逆贼李云的地方 想必我们的君主要真正开始实行复仇计划了 从剧照中我们可以看到 李明浩身穿黑色的高领毛衣 搭配黑色的皮衣 整个人看起来也是霸气十足 浑身都释放着君主的威严 但但是看到眼神中 也是带着愤怒仇恨的眼神 简直就是绝杀系列的君主呀 不得不说 李明浩不愧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生 每出演一部剧都是那么帅气 甚至都是自己魅力释放的时刻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传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